薛堂再一次 面色黑青的回来了 哼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骗子 也敢给人看诊 薛堂气的把腰间 别着的扇子往桌上一拍 不是他说 这样的天气 咱能把你那桩比利器扔了不 有多远扔多远行吗 又是前几天那丫头啊 凤灵溪见他碰到铁板 心中竟然有些恶意的高兴 不是他还有谁 会给女人治病怎么了 很了不起吗 薛堂道 确实没什么了不起 但你连女人的病都不会 凤灵溪摇头 你闭嘴 薛堂虽精通医学药理 但对妇科这方面 确实仅限于医书上的皮毛 再加上男女之别 他的临床经验 更是少之又少 遇上的女病人 除了诊脉 也就是按照书上给出结论 开开方子了 凤灵溪道挺着大肚子 坐到薛堂对面看他 我觉得人家姑娘挺不错的 什么 薛堂瞪了他一眼 之前我还在愧疚 因为我你这般东奔西走 眼看都快到儿立之年了 却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见那七姑娘不错 凤灵溪道 薛堂抽了抽嘴角 首先 我今年二十五 跟你说的儿立之年 还差一个巴掌 其次 你怎么就知道 我没有对象 最后 七姑娘是哪位 你居然连人家姑娘的名字 都还不知道 就跟人接下梁子了 凤灵溪怪叫一声 我偷偷去看过了 这里去他那儿看诊的 大多是女人 估计是因为她 也就在这方面比较有造诣 她虽然年纪小 但是做事稳重 给不少老人免费诊治 你再去摸摸底 你俩到时候 组一个雌雄双一 估计也能在这冰城 闯出一片天 凤灵溪拿起一开枣糕 喂到嘴里 薛堂懒得理他 将医书往桌上一扔道 你不必对我愧疚什么 撇去别的不谈 我们相识这么久了 你发生这些事 我自不可能袖手旁观 至于对象 我薛神医风流倜傥 上至八十奶奶 下至三岁萝莉 还缺追求者 薛堂走后 凤灵溪这才收起调笑 摸摸肚子叹息 也不知你那爹 恢复记忆了没有 没过多久 摄政王重返朝堂的消息 连这小小的冰城都传开了 我可听说啊 以前那煞心 还给皇上几分薄面 干什么事 也不至于撕破脸皮 现在可就不同了 想干啥干啥 据说还不顾太后皇上 以及皇室宗卿的反对 把之前分他全的那几个朝臣 全都斩了 是吗 那可当真是残暴啊 也不知咱这小皇帝 斗不斗得过他 另一人道 哼 斗 有人猜测 当初那煞心在战场上 带着那冒牌 祸 陡然消失 就是咱们天子干的 想除去他这个祸根 谁想到一年了 又回来了 你说这都不死 不是祸害一千年吗 你说 谁斗得应 排队看病的几个中年人 聊八卦声音 可一点都不小 想不听到都难 也难怪 这里天高皇帝远 比起中原 可算是言论自由多了 您说的这煞心 是谁啊 凤灵溪迟疑地问道 还能是谁 当今摄政王败 那人道 原来消除在外 还有代号呢 这里离京城千里路 你这消息哪来的呀 薛唐把他招呼到前面 先给他诊卖 这不要过年了吗 我儿子从京城刚回来说的 那中年大叔乐呵呵道 凤灵溪有些惊讶 这些所谓的听说 居然都蒙到了事实真相 八卦的力量是强大的 人类的脑洞是突破天际的 这两样东西若是合体 那简直就是最大杀戒 不过 既然回到了朝堂 想必是已经恢复记忆了 他不敢再往下想 消除现在对他的心情 想必是如何 都难消他心头之恨了吧 薛唐摸了半天脉 最后道 好好的 看什么病 跟我斗了呢 这人脉相壮如牛 一点毛病都没有 文言 那些看病人不干了 纷纷指责起来 大叔不好意地摸头一笑 薛大夫可别生气 我这来自然是有重要的事 薛唐洗耳恭听 我听说薛大夫还是单身 所以 所以 我家闺女 今年刚时期 模样周正 正值当嫁年龄 薛先生若是有意 凤灵溪在一旁憋笑 原来是想跟薛唐说清啊 后面的人听到后 赶紧也道 薛大夫 我也是为这事来的 这里鸣风开放道 让人咋舌 说清 不让媒婆上门说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开口就问 有甚者拉着闺女 往薛唐面前一带 薛大夫 您看我闺女怎么样 恰逢快到年三十 处处有了过年的氛围 薛唐提了一篮子年货回来 回来了 凤灵溪看见她 开口问道 嗯 薛唐点头 我买了些吃食 我们晚些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桌子上满满的年货 薛唐有些惊讶 已经买了 随后皱眉道 外面这么冷 地面都是冰雪 你可别出去下转忧 东西我会买的 凤灵溪解释道 你被媒人们 和想嫁女儿的父母们 追得不敢上街 去了医馆 都要躲躲藏藏的 怎么买 这些是七姑娘帮忙买的 薛唐脱下披风 七姑娘 谁 你又忘了 凤灵溪翻了个白眼 那位七姑娘 你什么时候 和她关系这么好了 薛唐没好气地问道 都是好人 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混熟了吗 凤灵溪道 凤灵溪继续说道 七姑娘人 真的挺好的 早上我想出门 买东西遇到她 她怕我出事 就让我回来待着 她都去给我支扮旗了 要买什么 跟我说声就行了 这么大肚子出去多危险 薛唐再次翻了个白眼 那个 我问过她 她说家里没人了 就剩她一个 所以呢 所以我就留她一起过年了 你是不是 薛唐刚想骂她 那边就听见开门声 小丸姐姐 菜都买齐了 七七的声音随后传来 我还买了些新的炭火 我看你这存得不多 这里冬天又长又冷 可得多背些 七七抬头看去 发现薛唐也坐在那里 脸瞬间红了 薛 薛大夫回来了 薛唐起身 接过她手中的菜篮 给我吧 我去做饭 凤灵溪看着两人 笑而不语 随后对七七说道 七七 你去帮帮薛唐吧 我从来没见过她做饭 我害怕 七七一听 赶紧到 好好 凤灵溪摸了摸肚子 看着桌上的山核桃 想起去年的年三十 萧楚带着她满街跑 置办年货 跟人杀架 为了几文钱 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比起那些穷山恶水的边城 黄城中可是年味 不绝于耳的炮烛声 有钱人家不要钱似的 放着烟花 天空中飞舞的星火 此起彼伏将整个皇城 龙之地犹如白昼 萧楚站在院中 盯着头上的烟花一眼不发 萧锦见状问 坐在对面抱着孩子的萧锦秀 她怎么了 往年这个时候早就进书房了 青年居然在这里看烟花 后者真的很想翻个白眼 你说怎么了 一个丢了老婆的人 还能怎么了 回到王府的人看着绚烂的夜空 想起去年的这时候 那个站在院子里 仰头看烟花眼中 映着无数星辉的女人 直到萧结在身后 叫了一声 这才回神 去放烟花 啊 这还没到紫石呢 萧结道 谁规定只有紫石才能放 让你去就去 是 因为有了手巧的气气 这回的年夜饭 可比那年的金智讲究多了 没有糊的认不出食材的炒菜 也没有半生不熟 难以下咽的米饭 三人围桌做 七八的菜碟 也算是十分丰盛的了 薛唐还人模人样的 给两人发了压岁钱 说是自己年纪最长 算是哥哥 凤灵溪喜滋滋打开一看 面色瞬间变黑 只见里面一张字条 合着这人 还记着他 偷拿他床下钱贯的事情 什么叫一百两 还剩九十九两 另一边的七七 则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可是从来 都没有拿过压岁钱的 两九才满眼都是崇拜地道 谢谢先生 先生不光医术好 人也好 年后 皇宫却发生了件大事 慕言失手将去年 蛮夷送来和亲的公主打死了 萧楚听到这消息时 第一时间去了新阳宫 这可是凤灵溪离开皇宫以后 他第一次踏进这里 去年蛮夷突然送公主来和亲 是因为晋国有了 向南吞并的迹象 蛮夷虽野心勃勃 鸣风彪悍 但面对晋国弃吞虎狼之事 还是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当然 这次结盟受益的 不只是蛮夷 晋国吞下蛮夷之后 下一个目标 肯定就是宁国 如今蛮夷的和亲公主死了 且还是被宁国皇帝打死的 这一下可就不好解决了 虽然眼下之际 蛮夷肯定不可能毁了这个结盟 但危机一旦解除 难保他不会怀恨在心 反咬一口 新阳宫里的太监宫女 跪坐一地 个个陡如康 见袖着祥云的紫衣跑脚 从眼前飘过 竟然都惊奇地拾起了眼 他们是有多长时间 没有见到这个娇惊傲慢的身影了 萧楚不禁通报 直接破门而入 眼前一片背盘狼藉 院台下躺着一个 衣着滑贵的女人 额角满是血迹 面色清白了 无生气 看样子是死得有一会儿了 年轻的皇帝 金冠歪斜 发丝微乱 就这么正正地坐在地上 眼睛直直看着女人 躺的方向 看样子 像是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怎么回事 萧楚沉声问道 沐妍听见她的声音 只是动了动眼珠子 却说不出一句话 萧楚见状自知在问她 也无济于事 于是提起跪在一旁的随师太监 你说 奴才 奴才 那小太监虽然是心爱 跟在沐妍身边的 但懂得屈炎覆势得很 早些日子 萧楚还没回来的时候 对沐妍可说是忠心耿耿 这下萧楚来了 她也顾不得 自己真正的主子是谁 只晓得 不能得罪眼前的人 萧楚见她不住朝沐妍的方向瞄 便知道接下来的话 她不好当着沐妍的面讲 于是提着人出了书房的门 一五一十讲完 萧楚冷声道 那小太监贵得端端正正 咽了咽口水道 是是是 今日皇上下了朝 面色看着就不好 改谁骂谁 一进书房便开始砸东西 奴才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 萧楚目光微闪 威一显道 你最好事无巨细地说出来 她说了什么话 萧楚想起今日在朝堂上 为了重新整编军队的事 她草拟了一个方案 为的只是想补齐当年 解散的方家军空缺 毕竟与蛮夷虽然结盟 但也不能门户打开 但是沐妍哪想到这么远 只觉得两国都已经结盟了 何必还要多此一举 况且西南一带又不是没有守军 只是相比其他地方薄弱一些罢了 想着肯定萧楚心怀不轨 于是当场否了这个提议 可气就可气在 朝臣 没有一个负荷的 太后的亲信保持中立看热闹 她培养的新人各个都是软脚下 哪里敢对萧楚有威词 虽然萧楚提出的领军人选 确实是自己的心腹 见她不同意 萧楚也并没把她的态度放在心上 只是将草案拍在她的预案前道 皇上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那意思很明显 我就是要干 你答不答应我都要干 当时坐上皇帝的脸都绿了 所以她想 这皇帝心情不好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自己吧 小太监抖了抖道 奴才先请王爷恕罪 才 才敢说 别跟本王讨价还价 萧楚一向讨厌这样的嘴脸 是 是 小太监不敢再自以为是 将原委说了得清清楚楚 果然沐延回到书房 就开始砸东西 还将萧楚骂了个狗血淋头 当然 也不会放过她呢 早已不知投胎了 多少回的八倍祖宗 这也是方才 这太监不敢直说的原因 后来真妃 也就是蛮夷的公主容真 闻讯而来 平日里这真妃倒也得宠 是已备了韭菜 准备梳解一下 她心中的怨 最初真妃也确实顺了她的毛 只是当沐延再说起萧楚时 那真妃倒在蛮夷 早就听说了萧楚的大名 还说什么她年纪长 看事情自然目光长远一些 要沐延不要跟她置气 要不然 就去找太后商讨一下对策 本来已经顺下来的火气 瞬间又被点燃 沐延猛地起身掀翻一桌韭菜 真妃吓得去安抚她 直叫她萧气 谁知刚走到她身边 便被大力一挥 撞上了玉岸的脚上 当即血流不止 没等到太医赶来 便当场身亡 萧楚冷笑 哼 这一丝 还要怪到她头上来了 她一向厌恶这种 自命不凡 却一事无成的人 尤其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什么风浪都没经历过的 那些公子哥 所以 这个烂摊子 她决定等着高高在上的小皇帝 亲自来求她的时候 再帮她收拾 小太监顶着压力 讲完事情的禁国 谁知那王爷竟然冷笑一声 便大步离去 沐延见小太监进来 依然不是方才那副 被吓傻得正正表情 有些急切又紧张地问 她怎么说 其实萧楚刚进来问话时 她早已回了神 只是不想低头去求她而已 王爷塌塌 她走了 小太监跪到她面前哭道 自己命怎么这么苦 方才抱大腿没抱上 现在还得再面对这小皇帝的怒气 简直不要人活了 走 走了 就 就没说什么 沐延疯了似的 抓着她的衣精道 没 没有 废物 沐延一把将人推滚在地上 大喝一声 也不知是在骂小太监 还是骂自己 此一事 虽然在太后的及时阻止下 要求所有人暂闭口风 事情没有解决对策前 不许走路半个字 但哪有不透风的墙 没过多久 便传得满城风雨 这次太后召见了萧楚 但萧楚是谁 有人召见就得去吗 跟她说 我病了 萧楚正在院子里 给大皇洗澡 大皇从小就养成了 爱洗澡的好习惯 倒是听话的不得了 任由萧楚 给她搓毛浇水 任目息邪 身份贵重的太后 亲自来到摄政王府的时候 正巧见着萧楚 拿着大块布 给一只颜值有些低的大黄狗擦毛 当即竟是愣得忘记了说话 萧楚抬头 懒声道 太后驾铃寒舍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太后一见眼前的场景 便知道萧楚是故意的 当然她的屈尊将贵 并没有让萧楚 得到受宠若惊的投桃报李 萧楚的意思很明显 很直白 孩子是你养的 你教的 现在出了事 知道眼巴巴的来找我了 之前派人暗杀我的是谁 你也怕蛮夷会撕破脸 之前我不再使蛮夷攻破西南防线 您不是处理的挺好吗 割让一座城万事大吉 太后被堵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好面色难堪的灰秀离去 母后 怎么样 虽然皇帝和太后面核心不合 但萧楚一出现 这俩人立马抱作一团 还什么掌控实权 做垂帘听政的太后 能保证自己坐稳 现在的位置就不错了 怎样 还能怎样 狂妄至极 太后那描画的精致装容 依然变得争鸣 那 眼下怎么办 慕言道 明日你亲自去 记着赶紧把她拿 整边军队的草案给批了 尽快提上日程 太后在宫里耳目众多 自然知晓在朝堂上 两人之间发生得不愉快 慕言嫩嫩的点头 心中却满是不甘 待慕言走后 太后身边的随传言女慕莲 在她耳边低声道 娘娘 摄政王这次 真的会帮咱们吗 帮不帮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若是以前的那位在时 估计也用不得挨家操心 她总是有办法 能让萧楚帮忙的 太后叹了一声 揉了揉太阳穴 娘娘别这么说 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 哪是那人能比的 慕莲道 闻言 太后冷笑一声 哼 是不是皇室血脉 你还不清楚吗 只是我毕竟养了她这么多年 真正说起来 她俩 在我这儿 都是半斤八两 而眼前这个 还是个白眼狼 才多久就想自立门户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门外折返的人 当即愣住 脑子里嗡嗡直响 她说什么 慕莲没想到 刚才走出永庆宫 想起重编军队的草案 还有些事没有确认完 这一个转身的功夫 竟然让她听到了 如此识破今天的秘密 呵呵 怪不得 怪不得从小她对自己 都冷若冰霜 哪怕是重病到命悬一线 也不曾去关心过她 现在发现 她比起林婉还要不听话 心中开始后悔了吗 不知名的憋屈和不甘 涌上心头 她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 以为自己才是命中注定的帝王 自命不凡地 想要掌控天下大事 却原来她跟林婉一样 都是个假货 脚尖轻轻轻掉转 慕莲搭着肩膀锤着头 默默走出了永庆岩 是假的又怎样呢 谁知道 谁能证明 太后若还想安安稳稳地 坐在她现在的位置上 就只能继续闭嘴 她现在 不 哪怕是以后 依旧是宁国万人之上的君王 想到此 心中有个邪恶的念头在滋长 第二天 慕莲来的时候 肖楚早已穿戴得整整齐齐 一副恭候多时的模样 皇帝立马气得快吐血 王爷昨日提 得议案 朕已经披下 提上了议程 慕莲道 肖楚点头 如此甚好 将真妃追封为皇后 风光大葬疤 什么 慕莲当时瞪大了眼睛 现在满京城都在议论 真妃去世的事情 版本多样 是你想都不敢想的 你认为 只能包得住火 肖楚逆他一眼继续道 同时发信函给蛮夷 带他们接到消息 咱们的整编一室 差不多已经到位 防线重新筑起 他们也会掂量掂量的 这 这样就行了吗 慕莲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不敢轻易撕破脸皮 后面 还有一个晋国虎视眈眈 死的是荣臻 不是荣成 不必太担心 肖楚道 以皇后之礼 风光大葬 届时 您亲自扶官葬至皇陵 南蛮说不了什么 开春之后 凤灵溪已经大肤翩翩 薛唐看着她已经圆润润的脸 暗自点头已经看不太出 以前的模样了 是时候换个地方待产了 于是备好了马车 准备去南方的佩城 薛唐邀七七同去 毕竟有个懂一的姑娘 在旁边照看着要放心得多 七七本就心动 又听她说去了中原 可以买到许多 她不曾看到的医书 还答应她可以让她在医馆里 帮她看诊 当下就回家收拾了东西 三人顺利到达了佩城 来到这里 薛唐终于可以大展身手 在街头租了个戴后院的店面 前面用作诊室 后面用作住宿 带着要帅的心情 为人看了一天的病 惹得在旁边观看世西的七七 阵阵崇拜 当然 这也没什么不好 反正凤灵溪只管鼠钱就对了 此时已经是春末夏初 凤灵溪临盆在即 薛唐留了七七在家照顾 自己每日照常看诊 这天 医馆来了个熟人 方姑娘 薛唐见来人 不禁出声喊道 薛先生 方子燕也没想到 会遇见薛唐 跟在方子燕身后的 正是当年的方家军副将李远 暂闭了馆 将二人迎至后院 方子燕出见到凤灵溪的时候 静一时没将人认出来 不过也不怪她 现在的凤灵溪 哪还有当初的清秀模样 你 方子燕看着她滚圆的肚子道 呵呵 别大惊小怪 你将来也会这样 凤灵溪见她晚了妇人发迹 心知这二人已经成了小夫妻 你们澄清了 方子燕看看她 又看看一边的薛唐 薛唐夏得赶紧摆手 不是我干的 方子燕询问了 当初萧楚去敌营救她之后 发生的事情 凤灵溪只说道 后来她将萧楚重伤丢下的事情 关于萧楚失忆什么的 却只字未提 当然对于肚子里的孩子 也没多说 方子燕只当是她 遇上了负心汉 还苦口婆心的安慰了一番 末了悄悄道 我看薛先生就不错 对人情深义重的 凤灵溪大雷 别这样 他们都这么熟了 不好下手啊 方子燕和李远 在这里住了几日 便要告辞 凤灵溪这才问起他们 是要往哪儿去 去京城 现在萧楚回归朝堂 重编军队 我还是想去西南 方子燕道 凤灵溪忽然想起 有件东西要还给她 赶忙回屋去找 当年为了这个小东西 她可是豁出命了 就连在荣城那儿 快被扒光了 都贴身藏着 不敢露出来 这一路驻山洞躲暗杀 多少次死里逃生 也没敢轻易弄丢 这给还给你 凤灵溪将那一枚小小的冰符 递到她手中 我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虽然方家军解散了 好歹也留个念想 若是有机会 能将方家军 再召集起来 可是再好不过了 方子燕握着手里的东西 眼睛发红 这个东西 在方家人手中 传了多少年 却断送在了自己手里 谢谢 到了线 二人再次上路 荣城因为真妃的死讯 再次来到宁国的时候 丧葬仪式早已结束 本来带着问罪的目的前来 结果在见到消除的时候 竟是差点忘了自己前来的重要任务 虽然她早就听说 萧楚没死重归朝堂的消息 荣城见过皇上 黑衣男人站在大殿上 右手搭左肩 微微垂头行了个礼 王子不必多礼 慕言道 此次前来 家父让我讨要两个说法 荣城腰杆笔直 直奔主题 两国盟约初劫 家妹再次死于非命 西南两个月之间 驻军多了不止一倍 且战马武器精良 皇上这是准备要做什么 荣城本就面若冰霜 又巨巨掷地有声 让满朝文武都心生惬意 朕可以解释 沐言早就见识过 这男人的强大气场 听他这般质问自己 竟然有些心虚 真妃温书贤良 深得皇上宠爱 且准备要封为皇后 回答他的人并不是座上 两股战战的皇帝 而是立在左手的消除 谁知就在封飞的前一天 真妃娘娘在吃的狗肉之后 又用了扇鱼羹 这才中毒身亡 皇上伤心不已 当即追封后卫 大藏皇陵 中毒 容成挑眉 可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 蛮夷确实有吃狗肉的传统 对于不能跟狗肉同时的食物 他们大部分都是知晓的 但是蛮夷没有黄膳这种东西 所以 真妃不知 也说得过去 反正尸身已经入 也没有证据可查 见他不幸 沐言面色又紧张了起来 事实 王子听说的 大概是皇上失守 误推真妃 导致真妃命运 又或者是 其他公妃设计陷害 萧楚道 可事实就是事实 如 国我们说出了事实 王子却不信 那也没有办法 至于西南的边防 我想问宁国的大军 是否驻扎在了蛮夷的疆土上 萧楚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继续道 容成顿了顿方道 未曾 既是如此 我想贵国也没有立场 来质问皇上吧 萧楚道 意思再明显不过 又没碍着您的事 你管我驻扎多少人 看来贵国对地劫盟约一事 并不曾放在心上 是此 我也只好拒势相报父王了 容成拱了拱手 做事已经转身要离开 沐言当即慌了神 连忙紧张地看萧楚 后者老神在在 带容成走到大殿门口才出声道 王子不必急于一时 回城路途遥远 还是让宁国尽了地主之意 再谈离开也不迟 容成闻言果然停下脚步 他当然不可能就此离去 两国盟约 也断断不能因为容真而终止 今日这番话 不过是想给一个下马威 在两国结盟中战的主导地位 却没想被萧楚杀得片甲不留 恭敬不如从命 给了台阶再不下 那这事儿就真的被他扮砸了 真非不幸身亡 朕倍感痛心 但两国盟约却要继续下去 朕有一议 不知贵国意下如何 沐言道 这些话都是萧楚教他说的 容成出来已经吃了扁 再让他开口做这个主动者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给了巴掌也要给田枣不适 皇上请讲 容成做太道 他自然知道 接下来这皇帝 会说什么样的话出来 无非就是再一次联姻 或者是遣送质子 不过这宁国的皇室血脉单薄 到了当今皇上这一代 更是只剩下他一个 而他目前还没有一二伴女 所以只能是前者 沐言的提议 果然在他意料之中 容成听后却含笑看着萧楚 这次 我希望由王爷来联姻 众人惊讶 心中嘖嘖不已 这这这 当场打皇上的脸 沐言脸色由青变白 由白变绿 最后长得通红 这种被人忽视看不起的委屈 再一次涌上心头 王子莫要打去 本王虽是王爷 却不是正统皇室 萧楚刻刻气气道 那看来 王爷是不愿意了 容成目光暗了暗 这萧楚是傻了吗 我特意味道他嘴边的肉都不吃 沐言自是明白 万万不能让这萧楚来联姻 本就狼子野心 再与蛮医联手 他这个空壳的黄座 就只有等着拱手让人了 好在萧楚此刻并没有答应 不过容成却是有着 不达目的 不罢休之事 联姻事宜没谈妥 竟是没有离去的打算 此事暂时搁置 说起来 这其实并不算一件 火烧眉毛的事情 哪怕没有联姻 这个结盟暂时也不会停止 只是不那么牢靠而已 方子燕来到京城 就找到了萧楚 要求提领西南军队 虽然西南军队重编已经完成 但是好的将领的确稀缺 正是萧楚为此事烦恼的时候 方子燕就自己送上了门 现在的军队 可与你们曾经带领过的 方家军不同 没有方老将军的情谊在 你们还能胜任吗 虽打算答应他们 但也不能这么情谊 方子燕不卑不亢 方家军纪律言明 靠的也从来不是 我爹对他们的情谊 况且现在西南新军不过三万 若是我们能提领西南军 自当再贡献至少两万人马 哦 这两万人马何来 萧楚问道 方子燕将方家军的兵符亮出 一年前被解散的三万人 我保证三个月内至少找回两万 萧楚见到这兵符 有半想正愣 而后喃喃道 这东西 你从哪得到的 故人那里 方子燕虽然不知道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凤灵溪说当初 他趁着萧楚病重 将人撒下 就自然不想让人找到他 因此也不透露他的线索 你见到他了 他自然明白 他说的故人是谁 嗯 萧楚写了推荐信 让方子燕带去西南 届时 你带着你的两万人马 到了西南 把这信给他们将领便可 这几天 凤灵溪很焦急 每天挺着熟透的大肚子 在院子里树荫下走来走去 他能不急吗 肚子里的宰子 都过了预产期了 还不出来 急呀 急死了 不应该啊 迈向正常 身体正常 时间 算得也是对的 怎么会这样呢 薛唐皱着扎嘴 居然能碰上 让他这个神医都棘手的症状 后来七七猜测 可能是因为凤灵溪 从来都懒得多运动导致的 因此 这几天 他只要一睁开眼 就在院子里面散步 偶尔失信大发 还做做几步成诗之类的 再不然 走累了 就站在住院前 一手扶着腰 一手挥墨血液 薛唐见了就问 这画的谁啊 孩儿他爹啊 现在培养一下 别以后遇见了 认不出来 凤灵溪头也不抬 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那 那个呢 薛唐指着一边一张 已经画好的 孩儿他爹 凤灵溪眼皮都不动 一下道 薛唐有些不敢相信 这两张上的人 一点一样的地方 都没有好吗 怎么会是一个人 又拿了几张问他 都得到了同一个答案 薛唐放弃了 给他的四个字评价 灵魂画手 这样画下去 孩子能认出电 那才有鬼呢 就在凤灵溪觉得 自己的艺术造诣 即将在上一层楼的时候 小傅忽然一痛 眼见薛唐要走 赶忙嚎叫道 薛唐我 我 我要生了 在七七的接声下 凤灵溪的生产 还算顺利 一个多时辰后 一声洪亮的啼哭破门传出 守在外面的薛唐 紧张的一颗心 总算放下 进门时 还不忘把消除数落一顿 怎么这当爹的紧张心情 落到了他的头上 长得真像那小子 薛唐将小娃娃 抱到手里的那一刻 忍不住到 瞧瞧这眉眼 简直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七七在旁边 给凤灵溪擦着汗道 是个千斤 长得可漂亮了 来 我看看 凤灵溪向薛唐招手 薛唐将孩子抱紧给他看 只见那拳头大小的脑袋 皱巴巴的脸 猴屁股似的肤色 这这这 是怎么看出漂亮的 等他满月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七七瞧他那样子 就知道 没怎么见过新生的 给他取个名字吧 薛唐道 嗯 叫小豌豆吧 凤灵溪想了想到 薛唐点头 随后 举住手里的婴儿道 小豌豆 快叫爹 小豌豆出生以后 三个大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 尤其是薛唐 每天不光要赚钱养家 一下班还给小豌豆工具当宝 母 这闺女不沾他娘 不沾他姨 就喜欢赖着薛唐 有时候薛唐就纳闷了 这孩子到底是他的 还是消除的 就在凤灵溪为自己的 减肥大业操心的时候 他遇见了一个 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人 秋高气爽 薛唐难得闭馆一日 带着小豌豆 去市集六弯 眼见小魔王被带走了 凤灵溪立刻像初霞的野兽 抓着七七便去了 女人最爱的布装和胭脂方 这人还没走到店里面了 凤灵溪就感觉被人撞了一下 那人转身朝他连声说 不好意思 做事不要走 凤灵溪长叹了一口气 服服鹅 偷到贼祖宗身上了 算你呀倒霉 站住 那人一见她是个弱智女流 便真的站住了 一是她对自己的身手有信心 二来 不过是个女人 自己难道还对付不了吗 七七在旁边问她怎么了 凤灵溪拍拍她的手 示意她在一边看着 那人贼没蜀目 见她信不朝自己走来 竟是气张地抬着下巴看她 凤灵溪走到她面前伸手 把钱带还我 小贼见情势不妙 转身就跑 喂 站住 凤灵溪没想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也敢发难 丢什么都行 丢钱那是万万不能的 当即追了过去 那贼万万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还是个长跑小能手 追着她跑了三条街 都不带停的 就在她看见一个小胡同 准备拐进去 绝处逢生的时候 一个黑影 呼从天而降 挡住她的去路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抢劫 还有没有王法了 将钱带交出来 小贼见面前的人 一身黑衣 身材修长紧致 一瞧就是个会舞的 吓得赶忙把钱带丢出去 跪在地上喊 英雄饶命 那人不理她 拿着钱带走了出去 凤灵溪隔着老远 就见有人路见不平 帮她拦住了小贼 一番感谢词都想好了 待看清楚那人的容貌 脚尖一转 立马掉头就跑 喂 姑娘 你的钱带 那人追在她身后道 不不不 不是我的 你认错人了 凤灵溪掐着嗓子回道 草草草 怎么这么倒霉 那人脚下猛然发力 急步冲至她背后 拉住她的袖子 将钱带塞进她手中 姑娘你跑什么 你的钱带 啊 呵呵呵 谢谢公子 凤灵溪就这么对着来人 僵着脸道 不用谢 路见不平 自然要出手相助 那人见她不肯回头 便自己转到她面前 我说 姑 是你 呵呵 凤灵溪挠挠头 好久不见啊 萧护卫 萧杰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体型臃肿 朱元玉润的少父 会是当初 那个少年般的小皇帝 难怪刚才隔得稍远一点 她都没有认出来 你 萧杰一时似乎找不到 自己的舌头了 她总算明白 为何萧丞相派了好几队人 拿着画像 明察暗访 都没有点线索 按着那画像 若是能找到人才怪了 今天亏的是她亲自来了 不然就是整个宁国人手一张画像 也未必能抓住她 这般具有牺牲精神的易容术 真是绝了 咱们山水有相逢 今天我还有事在身 就不留你吃饭了 再见 凤灵溪说完 脚底抹油就要溜 你还准备去哪 好不容易找着你 跟我走 萧杰回过神 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喂喂喂 男女瘦瘦不轻 你再这样 我可要喊非礼了 凤灵溪急了 高声道 你喊吧 一年不见 你咋变得这么不要脸了 凤灵溪无语 跟你比 还差得远了 萧杰道 林姐姐 琪琪总算追上了她 却见她身后 还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人是 琪琪 回家去 凤灵溪朝她使眼色 琪琪见状不对 也不敢轻望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凤灵溪被那陌生男人带走 薛唐带着小豌豆回家的时候 已经十指晚上 一进门 冷锅冷灶 居然没有人做饭 难免抱怨 两位大小姐 你们这么不贤惠 可是嫁不出去的哟 先生 你可回来了 七七一见她回来了 这才有个主心骨 林姐姐被人带走了 被什么人带走了 薛唐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收起方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不知道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 林姐姐好像认识她 七七道 薛唐虽然不知道 来的人是谁 但绝对不会是萧楚 朝堂上那么多大事 要她决策 哪有时间离京找人 但一定是她的人没错了 收拾东西 上路 薛唐想了一下 赶紧到 去哪 去京城 薛唐到 现在分开了 能再次和她接上头的地方 也就是她爹现在的定居之处了 她相信 若是她有幸能逃掉的话 并会到京城去寻谢妃 凤灵溪坐在马车里 一派要去郊游的模样 根本没有身为一个俘虏的自觉 高兴了 还要哼两首歌来助助性 消洁健壮 难免心下防范 这人压根就是一神经病 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说实在话她并不觉得 抓到她之后 就高枕无忧了 须知道创业更比守夜难 要安安稳稳地把这人 带到半月山庄去 那可是大工程 中途的可能会出现的变数 是她自己都想象不到的 所以她抓到她的第一件事 就是派人给萧丞相通气 让她赶紧再钓一对人马来接应 唉 别跟个哑巴似的 跟我说说话 凤灵溪 用脚踢了踢 对面萧结的小腿 护卫紧她一眼 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沛城呢 凤灵溪很好奇 方小姐和黎公子 去找过主子了 主子见到了兵符 自然知道你们见过面了 萧结道 然后她就让你查了 方子燕进京的路线 让你摸着来抓我 凤灵溪道 萧结摇头 不 不是主子吩咐的 这些要是还用主子吩咐 那我这护卫长 就不用当了 当时方小姐见主子的时候 她也在场 自从主子消失一年后回来 整个人就变得阴沉沉的 喜怒无常 她想给主子一个惊喜 所以 自己就出来找人了 竟没想到 真的让她找到了 你可真是尽之敬业 凤灵溪撇嘴 让萧结不敢相信的事 一路走了大半个月 这人竟是半点儿嘛 额子也没做 除了不愿意骑马 其他一切都全力配合 让露宿就露宿 让连夜赶路就赶路 只是越这样 越惹人怀疑